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深远的这些事情 第一个就是有关于这个世纪诉求 二战以来最大的两个敌对的势力 美国跟北朝鲜之间居然有了个重大的突破 那么川普总统接受这个北韩领袖金正恩的邀请 两个人预计在五月之前会见面 那么这是一件非常这个重大转折的事情 而且速度发展之快 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稍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另外这有关于这个川普总统 一直在竞选的时候所说 要对这个进口美国的这个钢铁跟铝业加关税的这个事情 终于得到了一个一个一个定论啊 川普昨天总统就签署了两项这个行政命令 那么分别对这两项这个产品提高这个关税 但是对两个国家啊 美国跟加拿大 加拿大跟这个墨西哥采取惠美的措施 那么这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跟影响 首先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这个这个川普跟这个金正恩之间的事情啊 那么今年到从去年 这个川普总统上任以来 那么这件事情一直是这个让美国在外交上 列为第一麻烦的事情 我们还记得非常清楚啊 这去年一月啊 去年一月一号元旦的时候 这个金这个金正恩突然这个还宣称 要把美国这个丢到太平洋 要发射火箭等等这些事情 那么一连串的在这个2017年啊 一连串的这个北韩进行不断的这个 这个导弹试射 那么这个射程基本上可以达到美国的 甚至达到美国的东岸 然后又做了很多这种不寻常的这些举动 同时还至少是这个至少这个啊 测试了一次的这个核岛和核的核子的这个设施啊 那么眼看这个几乎这个朝鲜自己本身 这个发展的核武器就要完全完全要达成了 那么这个时候美国当然也出动了各种的方式 包括三大航空母舰都在这个朝鲜半岛外海聚集 进行这个各种不同的演练 加上呢 这个美国几乎发动 包括中国啊 也进来发动这个国际 在联合国上对于这个北朝鲜 执行这个经济制裁 一到一次不够 再一次两次 给这个北朝鲜在这个经济上面 在石油方面 在这个电力发展方面 都受到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这个限制 跟压力上去 那么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 使得这个金正根开始出现软弱 出现开始这个 其实撑不起这样子的压力 而出现了改变跟这个退让 那么这个当然是事后再来看 但是就在昨天 就在昨天 韩国方面有两位重要的这个情 这个国家安全人物啊 一个是国家安全 这个国家 这个那个 这个韩国的自己本身总统府 清华台里头的国家安全的这个负责人啊 郑义荣相当于美国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 另外一位是这个相当于美国 中情局的这个韩国的这个国家安全院的院长啊 徐勋这两个人昨天都分别都赶到了美国 跟这个到了这个啊 跟川普这边见面 跟川普的这些国家团结见面 见面之后呢 他们出来做了一个非常惊人的 非常非常令人这个震惊的一个宣布 那么这三个人其中啊 我们看到中间讲话的这个是郑义荣啊 那么他就基本上就对昨天 他就宣布是说这个啊 我们要跟川普总统已经接受这个邀请 要在今年五月跟这个北韩的这个金正恩见面 那么这个消息一发出之后呢 几乎震惊所有的这个这个世界啊 这个媒体都是以最大的这个篇幅来报道 来分析这个事情 我们看到这件这个事情是在昨天晚上大概七点钟左右 宣布这个事情的 那白宫也是在在这个差不多五点钟 六点钟左右突然发出一个前转的消息 说今天晚上七点钟会有重大宣布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这个事情 那么所有的记者呢 基本上接到这个消息呢 都聚集在白宫这边等 白宫这个新闻简报是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那显然这个情况是 这个郑敬荣啊 郑义荣跟徐兴两个人 那么昨天下午呢就到了 从韩国到了这个 到了美国 然后去见了见了这个川普总统 但是川普总统并没有直接跟他们 这个这个进一步多谈什么事情 只是他把这个整个message啊 整个情况跟relay到了这个川普这边团队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后来这个白宫所发布的 这个照片里头看得出来 这是郑义荣跟这个川普在这边谈话 那么川普把刚才这个 刚才看到的那张照片里头有副总统 还有就还有其他国家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安全人员 都拉在一起谈这个事情 那么谈完之后这个郑义荣呢就出来跟大家宣布 那我们看一段这个影片啊 这个郑义荣出来之后到底宣布了一些什么事情 而且是重大的情况 那么郑义荣带着这个徐勋 还有这个美国韩国驻美大使啊 一起出来 跟这个记者做这个宣布 他们拿的是书面的声明啊 我很有幸向川普总统做点报 谢谢美国总统副总统 还有国际的压力让大家今天走到这一步 to meet President Trump as soon as possible President Trump appreciated the briefing and said he would meet Kim Jong-un by May to achieve permanent 川普接受这个邀请 在5月会见 5月之前会见金正恩 他提到了跟其他的盟友 会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曾宜荣就没有提到中国 他基本上是说我们会用这个机会 来探斥这个可能性 这个朝鲜半岛和平的可能性 所以你看到这个是 刚刚简短大概两分钟左右的宣布 然后你看这个所有的记者都非常 也没有回答问题就离开了 那么整个记者群呢 对于得到这样的讯息 是非常吃惊的 都在问怎么一回事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宣布 在做这个宣布之前呢 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发生 怎么回事 我们稍稍来倒带一下 那么如果说有跟询这个 这个节目的话 我们大概知道前几天 我们都有介绍过 说这个北韩 今年1月1月 这个北朝鲜这边先说了 一些重话之后呢 1月1号这个朝鲜 这个金正恩还是说了一些非常重话 表示要继续这个 继续这个 这个进行核子 核子各方面的发展 等等这些事情 那么在元旦说完这个话之后呢 第三天第四天 没有多久呢 这个两韩之间就出现了 有这个荣宾的现象 也就是说金正恩宣布 会派遣这个 这个冬奥的这个 冬奥的这个代表团 到平昌参加这个奥运 那么这个就是突然显示出来 双方至少在两韩之间 有了一个很大的这个这个突破啊 那么双方就这个问题 开始产生这个讨论等等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2月份 在过年前后 这个平昌奥运开始的时候呢 两韩之间就有了一个 相当热烈的这个互动啊 包括这个金正恩就派来他的妹妹啊 金与正来代表这个北韩 北朝鲜来参加这个整个 整个冬奥这个会 那么这也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进展啊 那么跟着没多久呢 这个金与正呢 也在金与正呢 在这个这个南韩这边 受到了这个文在寅总统 高规格的接待 两人吃饭谈话 也带了一些message回去 显然带回去这个讯息呢 立刻就获得这个 金正恩这边的热烈的这个反响 所以立刻就马上有一个 韩国的这个五人代表团啊 高级代表团 立刻就到了这个 这个平昌会见这个金正恩 那么这张照片所显示的 就是3月6号 这个左边这位这个韩国 韩国的这个安全 国家安全的这个代表 金正义荣啊 正义荣也就刚刚 在这个白宫面前 宣读这个 宣读这件事情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 一个韩方代表 另外金正恩在这边接见他 后面这边是他的女 他的妹妹啊 金与正 那么这两边事情 一谈完之后呢 3月6号谈完 3月7号立刻这个 金正义荣回到这个平昌之后呢 回到这个首尔之后呢 就跟这个韩国的这个大众 大概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电视招待会 说明这是他的情况 那么所透出来的讯息是非常明确 说是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也提到了这个金正恩可能会 对于这个韩国 这个去核化 所做出的一些承诺等等 那么双方都认为这是一件 很有进展的事情 然后呢 他们这个两个人呢 就立刻就飞来美国 向美国啊 做最近的这个整个一第一手的 这个有关于他们汇报的结果 那么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呢 这个汇报的 这个汇报结果出来所宣布的 竟然就是这个金正恩 向这个这个川普总统提出邀请 而川普总统也马上就接受了 这样子的邀请 然后两个人预定在五月见面 那么五月这个见面 到底在哪里见面 什么见面的方式 谈什么问题 要谈多久等等 到这个这些到目前为止 显然都还没有 这个得到明确的这个答复啊 显然那现在显然是双方 正在进行这种各种的磋商安排 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 在这次郑义荣去见这个金正恩的时候呢 回来所得来得到这个message 也是说这个两韩之间啊 要在这个四月底之前 两韩的领袖要这个要见面 要谈要他们要两韩之间谈事情 那么到底这个川普跟金正恩 两个人的事情 见面的事情 是会发生在两韩领袖见面之前呢 还是之后 那么这显然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考量啊 因为双方之间 虽然两韩之间所谈的事情 是朝鲜半岛自己 可能朝鲜半岛自己韩国之间的事情 但是也不免会涉及到整个朝鲜 这个和这个和和无核化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里头呢 这个发展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我们看到的是 在这个刚刚这个 刚刚的郑义荣的说话里头呢 说明这个金正恩要致力 这个所谓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啊 那么无核化跟这个冻结核子发展 这个核子测试的发展 两个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如果说是要无核化的话 那么表示呢 这个美国啊 不管是真是假 他在韩国本身所放的核子武器 也要拿走 这是第一 第二 那么如何去验证韩这个朝鲜 自己本身所存在的这个原子弹 这个也要拿走 所以无核化的意思基本上是 在这个岛上 半岛上完全没有这个核子 核子的这个设施 那么如果说是冻结核计划的话 那表示北韩愿意说 我到目前所发展的东西 我就不再发展了 那么我所有的东西 我仍然保有 那么这两个之间 当然是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到底每一个盘算 基本是希望看到一个 无核化的朝鲜半岛呢 还是看到一个战时冻结的 一个朝鲜半岛 这个可能就是 美国跟这个 跟这个周边 日本还有韩国之间 所要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如果一下子走到无核化 那么这个是另外一种 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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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 跟国际这个权力平衡的 这个看法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完全看得出来 美国是否接受 所谓无核化 还是在这个核子冻结 这个两个两个之间来做 那么我们知道 在这个朝鲜在之前 一直不愿意跟这个美国人谈 或者跟美国谈有很大的这个条件呢 所限制的条件就是第一 美国是要撤出在韩国的这些 在朝鲜半岛 韩国的这些军力 那么这个军力当然不是说 美国要撤就能撤的 因为美国之所以在能够在 朝鲜半岛驻军 他的授权是来自联合国的 那么联合国基本上 在这个韩战结束之后呢 就这个就是做了一个停战性的决定之后 联合国派兵啊 住在住在这个联合住在这个朝鲜半岛 而美国在名义上呢 是受这个联合国所联合国所节制的 那么韩国朝鲜方面 希望美国能够撤军 这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至少要停止这个美韩之间的这个军演 跟美韩的军事联盟 那么韩国这个北朝鲜过去在要跟 要是否要谈判之前 一直拿这两个前提啊 来作为这个这个要挟 否则的话他不会做任何谈判 那么这一次呢 这个金正恩所提出要跟川普见面 这个这样子的这个这个邀请之后 同时呢 我们外界并没有看到 北韩有附加这两个条件 那么同时呢 在这个建政易容啊 跟这个啊 跟这个金正恩见面回来之后有说 金正恩本身对于美韩之间 要进行的这个军演呢 是保持这个保持乐观的态度 他理解这个军演的这个 这个这个必要性跟存在性 那么现在他希望能够看到 这个军演能够有所调整 这个调整就很有意思了 很有学问了 意思就是说 整个军演的规模跟整个军演的时间 是不是要降低 是不是要减少 因为既然这个双方要见面了啊 就有和平的趋势 那么军演的规模跟军演的实质 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那么是不是美方愿意答应这个事情 因为他跟美国 跟韩国之间的军演 是基本上是以假想这个核子弹来 核子核子弹来临 双方所对于这个北韩 所采取的这样子的反制措施 那么所动用的部队 所部署的武器 都是有很重要的这个战略意义存在 如果今天这个前提不存在了 那么美韩之间的军演 是不是有必要高升到那个程度 调动这么多的部队等等 那么如果说这个美韩之间的 假定说这个美韩之间的警戒心 这个降低下来 而事实上这个朝鲜本身就是这个一个笑脸攻势 暂时缓和 他来自这个联合国 对他禁运 对他经济制裁的这个压力 那么希望能够换取一段时间 然后继续发展他的核子核子设施的话 那么是不是这只是北韩自己本身的一个缓兵之计 那么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大家还是在观察的 因为在过去 这个朝鲜朝鲜向这个国际社会做出了诸次保证 说我们不会再继续这个发展核武等等 但是每一次的保证都会每一次的破坏 每一次的破坏 以至于现在在国际上 对于这个北韩领导人这个诚信问题 是有很大的这个不能够接受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 那么是不是会有这样子的这个这个 保证跟可信度 这还是一个观察的东西 那么不管怎么说呢 那么从这个双方愿意开始坐下来谈 那么似乎是一件比较好的一个发展 但是呢大家都非常谨慎 各种专家也担心啊 川普这个作为一个美国的领袖 而并没有实际的外交经验谈判 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这种这种领导的人 加上自己美国本身 现在在朝鲜事务上的人才啊 并不那么充裕 那么是不是在这个整个 啊谈判的过程当中 会被这个北韩忽悠 会被北韩这个骗过去 那么这也是各方在担心 也是在这个呃 希望这个川普总统要注意的 那么到目前为止 这个各方面啊 对于这个呃 双方之间要进行会谈的这个反应 几乎都是正面的啊 那么美国的这些这些 以前攻击的川普的攻击 或批评川普的媒体呢 都纷纷过来说 川普这一次做的是不错啊 国会也有很好的反应 但基本上都带有这个警告 跟提醒川普要小心的 这样子的语调 那么在中国方面呢 那从中国角度来 有人认为说 这个中国是不是啊 在因为照大家一般来看 这个这个朝鲜跟中国的关系 意义上是最好的 而今天朝鲜 就很多事情居然没有啊 北韩这个中韩之间 中朝之间居然都还没有 见面的情况下 那么金正恩居然先去跟 美国人美国领导人见面 那么这个是不是 在这个整个朝鲜事务上 中国被边缘化了 而朝鲜完全不甩 这个中国的这个立场等等 那么这个这个说法 也是在同时 这个这个这个金正恩 要见川普的这个这个 同时呢 也浮现出来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中方并没有 把这样的说法啊 把摆在心里头 那么中方一直在今天啊 事实上在昨天 都一直在这个呃 强调希望见到这个朝鲜半逃的 无核化跟和平 那么希望双方能朝这个 坐下来谈 双双暂停啊 停止经验 停止这个核测试 双暂停的这个角度进行 那么中方也事实上说 今天看来啊 今天看来正是朝的这个中方 所提议的这个大方向在进行 那么在日本方面是非常紧张的啊 日本更担心这件事情是说 假定在这个整个谈判的过程当中 这个美国跟这个朝鲜之间达成了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就是说 那么啊 朝鲜不再把这个测试的范围啊 以美国为主啊 那么但是呢 朝鲜会保留一定的这个飞弹能力 那么这个飞弹射程能力呢 涵盖到日本 那么日本本身就并没有完全脱离 这样子的威胁 所以日本人比较担心 在这个日这个美朝之间进行 所要进行的 所将要进行的这个谈判 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么日本人讲话的这个能力 跟日本的这个这个 这个日本人所担心的事情 是不是能够挤进这个美朝对话里头等等 那么昨天这个在事情一出来之后呢 日本方面就有非常大的这个顾虑啊 认为这样子进一步的发展 是不是对对于这个日本 在这个东北亚的这个安全会受到进一步的威胁 那么这个也是这个美国国家之间有不同的盘算啊 那么在这个南韩方面 这个文在寅这个 这个他的满意度啊 当然民调是突然高升了啊 那么认为他在处理这个事情上面 都有很大的这个贡献啊 在处理这一次 包括这个平昌奥运的展开 还有这个跟南北韩之间 所发动的进行了这个和平的来往 那么对文在寅来讲的话 他显然是在政治上得到最大的加分 所以总体来看呢 那么这整个是又一个重新啊 这个我们感觉上几乎又是重新一个旗谱 重新摆开来的一个正式 那么五月开始 那么双方之间会有什么样的接触 接触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么最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那么这个期在今年才是正正正要开始啊 接下来我们再谈一下这个 利用短点时间谈下一个有关于这个川普最后 这个实现他的这个竞选诺言啊 要给这个钢材跟铝制品可提高关税的这个做法 那么昨天这个大家吵吵闹闹周久 对川普诸端批评的情况下呢 那么昨天川普就请了好几位这个 对不起这个钢材的钢铁厂的这个工人啊 到白宫建政他来签署这两项重要的这个这个行政命令啊 这个命令就规定了 以后进口美国的仓钢材提高25% 进口美国的这个铝制品提高10%等等 那么这样的做法呢 当然让这些这个钢铁工人非常开心啊 事实上昨天这个 整个这个钢材这个钢材股啊都非常 这个在华尔街上 这个有关于钢材这个铁工厂的这些上市公司的股票纷纷上涨 那么好几家这个这个有关于这个钢铁工厂也都准备开工 重新雇这些雇这些新的这些工人进来啊 那么有的工人已经失业一阵子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在有一家在瑞士投瑞瑞士来投资的铝制品的铝铝品制品的工厂 也准备要开工招收将近400多个工人等等 那么这三位当然是美国这一次推动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助手啊 主要的推手在右边这位是右边这位是赖海哲啊 Rob Lineshauer 他是这个美国贸易谈判代表 中间这位是是Ross 是美国的商美国商务部长 右边这个明努琴是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 那这些人基本上都支持这个关税方面的关提高关税的这些事情 那么这样子的推手 另外当然还有一位这个白宫这个贸易主席委员会主席 Navarro在右边右边这位啊 他跟这个这个赖海哲两个人 基本上被认为是是这个属于贸易鹰派的 就是呃 就他们认为这个国家美国的国家美国的国家安全 啊 经济是列为美国国家安全之一啊 所以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影响 因为不断的遭受这些不同的国家的在经济上的这不公平对待 那么所以昨天美 昨天这个川普当然是一件非常对他讲很重大的一个丰收的事情 那么在这同时呢 他也并不是说像这个刚刚开始 大家紧张的不得了 认为他这个关税要这个一杆子 一一一篮子啊 所有的国家进口钢税 包括从日本啊 巴西啊 还有这个韩国等等 所有进口的关税都要上税 上高的这个重税 那并不是如此 那么昨天他留下了几个空门啊 这个除以除了这个对于这个美国两个邻国 加拿大跟墨西哥啊 因为他们正在进行跟美国在北美自贸协定的重新谈判 因此这两个国家可以豁免 同时川普也更开了一个后门 就是说我们可以跟每一个国家来各自谈判 他们的这个这个进口的关税 应该应该高低是多少 那么这个当然就留下很大的空间了 但是这个也符合了美这个川普总统的一贯的这个政策 这个政策就是第一美国优先 第二个我不跟大家签这个所有的这个所谓一揽子合约 国际性的合约 我愿意跟每一个国家各自展开双边谈判 来解决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 所以这一个事情来讲 基本上川普处理的相当漂亮 第一他这个符合了他的这个这个承诺了 他的这个竞选诺言 第二个他让日他让这个啊 这个加拿大跟墨西哥都能够豁免 也符合了某些这些这个利益团体的焦虑啊 他甚至现在他甚至上个礼拜派了女婿 这个库许纳啊 到了这个墨西哥啊 跟墨西哥的这个政府上下谈这个拿大之间的问题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 他有很有这个很理性的啊 不是让这些所有的国家都受到同样的这样子的关税待遇 关税高关税待遇 而是可以可以这个互别个别谈话 那么所以他在这里头呢 他接受了各方的说法 但是他又没有办法 但是他又这个有办法的让这个啊 自己的这个竞选承诺 能够获得肯这个选民的选民的认同 那么所以呢 他会拿这两项很重要的这个政绩呢 在这个礼拜五礼拜礼拜六 到这个宾州这一带的地方 去宣扬他的这个说法 那么宣扬他的这个政绩啊 事实上这的确是必须要给川普相当大的这个credit 因为昨天的股市并没有崩盘啊 大家本来昨天担心的是说 哇这个川普如果这个这个自己开展贸易战 贸易战一旦开打的话 那就一发不可收拾 事实上昨天的股市并没有崩盘 一开始当然是有降低 但是后来又回来 陆续增增加加 但是昨天股市是以这个略为略为这个提高一点点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呃 比数升高 并没有完全垮下来 所以呢 一般的投资人呢 并不认为这个川普这个做法会影响到整个美国国家经济有多大的这个程度啊 所以基本上这个投资人是持有正面的看法 果其不然 那么今天上午这个这个公布的几项这个数据对川普来讲都是非常好的数据 其中有一项呢就是上个月的这个就业人数啊 增加了将近33万人这个比一般的预期都要高啊 那这表示呢这个美国的这个顾美国的经济一直在发展 雇用更多的人雇用更多的人更多的人有就业机会经济一直在往前走 那么股市今天也这个刚刚看盘也是给予相当的这个这个这个欢迎啊 所以这整个这个推动来讲基本上是一个相当相当这个正面的事情 那么你要不要归归归功于川普本身的政策呢 还是归于川普本身他所带来的领导力 因为有时候政策本身啊有些有些发展不是这个美国中央啊 作为中央或者联邦能够影响到的 而是呢所带来的一个氛围啊 所带来的一个气氛会鼓励民间的企业不断的投资跟不断的发展 那么整个整个美国现在往前走的这个这个势头呢 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 因为这个公司减税啊 公司减税还有个人减税 在在二月开始才都陆陆续续才刚刚开始拿到 那么后面的这个发展跟后面的镜头呢 可能要在这个四五月以后才会显现出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反而担心的是会不会美国经济过热啊 发展的过热 以至于通火膨胀要起来 所以前一阵子的股票大跌 也正是对于美国经济这个向上发展所产生出来的忧虑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这个川普本身的这个钢绿课税 应该已经暂时告一段落 那么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呢 川普的下一个目标就会针对中国了 那么这一次是很明显的 川普政府将会提出一系列的针对中国 针对美中之间这个贸易逆差 所采取的美国真正的这个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希望中国能做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5月之前 5月之前川普一方面要在这个美朝之间 取得一些这样子的这个进展 筹备这个会议 那么在同时他也会对中国提出经贸上的要求 那么这可能是未来两个月 不断这个在东北亚不断发生 跟不断这个产生摩擦 或者产生这个互相对抗的一个趋势 好我们跟今天分享到这边 谢谢您的收看 我还有什么好想 med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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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